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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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叫黃家里 現在最近改的筆名叫廣下家 開始創作二十多年前就開始 那時候是畫少年漫畫 第一本看到漫畫機我不記得名字了 我是在書局的最下面一排看到 那時候還不知道那是人畫的 我以為機器印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是長大之後 才有人告訴我那個叫漫畫 別有的就是boys love 裡面兩個主角都是男生 因為以往看到的少女漫畫 都是女孩子跟男生 就是那個時候看到的女孩子設定 都是呆呆的 然後男主角就會愛上她 自己沒有辦法把自己想像成那樣子 最喜歡的部分 我覺得我在工作過程中 我最喜歡畫分鏡 因為畫分鏡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人的情感 就是很深刻地帶出來 這一本的分鏡跟整個完成的構思 我大概花了大概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 對於它的情感部分就是很 很努力地在做 我覺得第一個是時間不夠用 因為一直很想很多的故事想要創作 但是你的人力就只能做 目前只能做這件事 跟腦海裡面有滿滿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要堅持這件事很辛苦 真的很有愛才有辦法 這個是正大台審所的 一個副教授幫我寫的序 好 我唸一下 在戲為末梢流露出的是層層掩埋的愛 只是因為不明白在開始的那瞬間也是終結 那一年 那個夏天 那場錯過的愛 台灣必讀的BL 所以我覺得它有感覺到我想傳達的東西 其實漫畫是我的志向的第三個 我第一個是當情報員 第二個是戰地記者 漫畫是可以把第一個志向跟第二志向都完成的事情 對 我覺得還蠻開心 畫漫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